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的危难时刻 人民子弟兵再次冲到了危险第一线 一蒙新红嫂朱成荣坐不住了 我们一蒙老区1200万人也是牵挂着武汉 牵挂着人民子弟兵 把这种爱心献给我们最可爱的人 前两天正在长白山佣军的朱成荣 得知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在加紧建设 他立即决定赶制20吨的水饺支援武汉 经过三昼夜的赶工 昨天20吨水饺全部装车 朱成荣也一同前往武汉 慰问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官兵 代表我们一蒙革命老区 要带去我们的心意 让他们生活有保障 让子弟兵们能感受到老区人民的温暖 我们的部队 这次胜仗一定要打赢 承载老区人民深情厚意的20吨水饺 历经820公里13个小时车程 送到了武汉火神山医院 慰问抗疫子弟兵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